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更加欣赏魏英洛身上独得的魅力 加上魏英洛不动声色地辽动乾隆皇帝 让皇帝一步步陷入魏英洛的怀中 束手无策认魏英洛玩弄他那颗天下女人 没人不爱我的帝王心 甚至皇上为了得到魏英洛 不惜狠心拆散魏英洛与复衡 其实皇后错怪了皇帝 在皇帝的心中 皇后一直都占据着无法替代的位置 甚至皇儿永远也是他最爱的皇子 而且在乾隆登基第一年 他就秘密地利用了给太子 而皇后也是一心惦记着皇上 即便在他快要去世时 他还让魏英洛照顾好乾隆 应若出于对皇后的感恩和敬重 皇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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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